来看一下注释 注释是什么呢 注释就是出现在Java圆码里面对程序的一种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想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文言文 在学习文言文的时候 通常比如说左边是文言文 我们通常会在右面写上它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左边写的是 指曰是者如思福不舍昼夜 右面我们通常会写上对这句文言文的解释 这句文言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时光飞逝要珍惜时间 在Java语言里面注释同样也是有着类似的作用 我们程序员所编写的Java代码主要是给JVM看的 那么编写的注释主要还是给人看的 因为我们平时在开发当中要写大量的代码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我在一公司辞职之后 这个代码可能会交给别的程序员来负责 那么这个别的程序员在接手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他进来一看 假设你这个代码里面一行注释都没有 啪啦啪啪啦一坨全是代码 那你想想他看起来是不是很头疼很费劲 那如果在你这个代码里面写好了注释 每一行每一行写了很多注释 那么这对于这个接手程序员来说呢 他会很容易很容易的去理解到你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作用 所以注释就是让我们程序员最快的去理解某一段代码的意思 那么在Java里面的注释呢主要分为三种 单行注释多行注释和文档注释 单行注释呢用两个斜杠来表示 多行注释呢是斜杠星号和星号斜杠 那么文档注释呢就用这个标志来标示 我们来在这个代码里面所编写一下 单行注释两个斜杠 单行注释两个斜杠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写上一些文字 多行注释呢是这样 我们可以写多行 这个呢是多行注释 还有一个文档注释 还有一个文档注释 这个呢是文档注释 这里面呢因为我们写的这个代码主要是给JVM看的 所以呢JVM是不会看我们这个注释里面的内容呢 也就是说无论这个注释里面我们所编写什么样的内容 JVM都不会去看 并且我们编写的这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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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出现在delclass那个文件里面 那么这里呢可能有同学会看到 这个多行注释 跟这个文档注释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文档注释 我们通过这个注释 可以将这个这里面的文字 生成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说明书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买了一台电视机 那么你首先可能会看一看这个说明书 通过这个说明书呢去更快的去理解 去了解这个电视的性能和电视的一些功能 同样这个文档注释 就是可以把这个这里面的文字 生成一个文档 让我们程序员去更快的理解 某一段程序的作用 那么这个文档注释呢 可以使用这个javadoc.命令 通过这个命令呢可以生成 在以后呢我们会去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文档注释 这里呢就不多说了 t m 谢谢观看